大陸廉價航空今天宣布首度來台灣招募空服員 月薪大約是五萬可是一次要簽約五年 重點是不像一般航空 大陸的連航對空姐空少的年齡和身高都不涉嫌 綠色背心白襯衫搭配著黃綠絲巾 大陸連航春秋航空姐制服優雅不實莊重 看上台灣服務業的高品質 春秋航空成為2008年開放直航以來 第一個獲得大陸核准來台招募空服員的航空公司 票價低廉的同時要提供一個優質的服務 給兩岸的同胞都要給大家一種親切感 所以這是我們在這次在台灣招募的最看重的一點 打著年齡身高不涉嫌招募人數也沒上限 學歷的要求比台灣連航虎航的高中畢業門檻更高 和長榮華航一樣都得大學畢業 英檢中級以上月薪五萬元起跳 有住宿津貼工作得簽約五年 空服員在上海總部受訓後主要飛兩岸和大陸內航線 如果達到一定的飛行小時速的話 它的基本收入應該來說不會低於五萬塊錢台幣 春秋航空目前有46架飛機 明年目標增設到60架 雖然號稱來台招募的名額幾百人幾千人都說不定 但是航發會透露陸籍航空來台招募空服員的成本 比在大陸還要高 像是培訓費用制服在大陸都是空服員自行負擔 台灣則是業者買單 恐怕真正的錄取名額只會在兩位數 如果公關性值在10位以下 那其實像就算國泰跟新航最多的狀況 也差不多是20位左右 雖然錄取率可能會比想像中低很多 但人力銀行統計 台灣有六成以上的大學新鮮人 都對空服員抱著強大憧憬 陸籍航空來台招募 就算薪水一般般 恐怕還是會掀起一波暴民熱潮 陸電TV 尹德宇 黃宜津 台北報導